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平安 谢谢牧师师母给我机会来分享 参加门徒训练的收获 我就分享三点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课更新了我信仰的品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大二的时候在台湾受洗 后面也参加了一些主日学 也参加了一些训练 一直在教会中间 也有一些服饰 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这么有系统 这么完整的一个 就是树林的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设计 从认识耶稣到得救受洗 基督徒的成长 我们信徒的信仰生活的面面观 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 在神的家中 教会 神的心意 神的计划是什么 以至于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角色 他都有非常完整的教导 那我觉得在这个课中 我真的是更认识我们神的丰富 就像约翰清牧师在教材里面说的 他说这个课程是帮助基督徒 在生活信仰以及神永恒的计划中 做一个连结 他用两个字 说接轨 那第二点呢 就是背了很多金句 那我们在PTT四个月 然后DT有八个月 LT六个月 每个礼拜我们都要背两节经文 那课前有上功课要做 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 我刚开始在公司非常的忙 可是现在回想真的是 神都有恩典 常常礼拜五都觉得功课都做不完 那但是先回想 神我们所付出的时间精力 跟神所给我们的 真的是不可以同学而语 那第三点就是在这个中间 结交了很多真的很棒的姐妹 我们每个礼拜都一起读一篇文章 读同一本书 一起来一个主题来做回应讨论 一起分享我们的失败困难 我们的软弱 彼此互相带导 然后互相鼓励 真的很棒 常常在想在走这条路上 会有失望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但是在旁边看到弟兄姐妹 都还继续在跑 对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激励 我们一起经历神的信实 那我在2018年 2019年就开始配搭服饰 所以就去参加开会 那我才发现这个教会有七年在推动这个program 后面有很多牧长同工跟弟兄姐妹的付出 我们真的是蒙福的 那也是鼓励弟兄姐妹 你如果还没有参加这个program 是可以珍惜 而且不要错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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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